5月4日,维州政府在国会大厦举行了记者说明会,就2017-18年财政预算做出了说明。 维州州政府的Daniel Andrews和维州多元文化部部长Robin Scott出席了这次说明会,解答说明关于维州财政预算一系列问题。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主要是打击家庭暴力问题,增加警力维护公共安全,升级医疗保健服务,建造翻新学校等等。 在多元文化社区方面,政府将在翻译服务投入重大预算资金,改善维州的多语言服务,满足多元文化社区的需求。 另外,拨款建造社区会堂、中心和文化地带,让社区的人有更多机会聚首一堂,让每个维州人拥有归属感。